我们到另一位党团总招傅昆奇 26号率领16名来英立委访问中国 正在傅昆奇协后方的正式新科兰委黄人 不过在出发前一周 黄人才刚参加完 前进国造机密会议也被质疑有泄密疑虑 翻台后黄人不忍了 秘密会议之后 我们一时谨言慎行 我们对外绝对不谈任何政治议题 我们是在地的原住民台湾的主人 我们有什么泄密可言 大声开炮还强调原住民是台湾主人 怎么会泄密更认为民进党就是针对他 今天你们一直针对我 你是不是欺负全国的原住民的主人 不过把外界质疑泄密这件事上纲到旗是原住民 这番说法就连同为原住民的立委陈寅也看不下去 我就没有特别点名郑天才委员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国防外交的委员业 这一次盲军委员就比较自爱一点 这个跟原住民身份是没有关系 陈寅在前强调特别点名黄人跟原住民身份毫无关联 毕竟看看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是要求曾接触机密的明代到中港澳都需要申报 只不过却在23号的程序委员会中被蓝白封杀 让律委批评司马赵之行 毕竟中国对台胡适担当 律委提案将条例修研目的确保机密不外泄 但是蓝银身为国防立委却硬扯原住民身份 刚开完国防外交的秘密会议 随即就去访问处处打压我们的中国 这两件事情本来就会让人产生疑虑 希望能够就访问的内容做出清楚的交代 显然完全摆错重点